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啊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方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一个关注啊 我们来看这个面向当中的一些特点呢 我们说这个面向识人呢 是非常的重要啊 教什么样的人啊 教什么样的朋友 从面向当中呢 是可以看出一二的 如果是这个行走啊 这个比较稳重啊 脚轻啊 脚非常的轻快啊 特别这个 容易观察的是这个脚啊 走路的步伐非常的这个轻盈啊 凡是有疲惫 或者有老年老年 或者是这个力衰的人呢 走路的时候啊 脚啊 抬起和落下的姿态 跟人感觉很重啊 反之呢 如果是身体健康啊 这个非常这个精神饱满的人呢 这个看着轻盈啊 同时呢 如果人一个人进来啊 有不顺心不顺心的事情啊 脚步也会变得很重啊 那么行走稳重 并非简单啊 可以观察一下这个 上位者的这个走路姿势啊 必然是稳重 不急不缓啊 哪怕这人是黑社会老大啊 他都会有这种非常稳重的感觉啊 反正那些心里有事啊 走路不是心不在焉 就是慢腾腾的啊 就是匆匆忙忙的 而大部分普通人走路啊 是不会给人一种稳重 或者是有魄力之感啊 大部分一般的人呢 走路都是那种啊 匆匆忙忙啊 或者是这个 有点心不在焉的感觉啊 那么第二个呢 是言语调理是否清晰啊 曾国藩呢 在这个兵剑当中啊 有一句话叫做 什么 若要问调理 全在言语中啊 你想要知道一个人平时为人处事呢 是否有调理 看他是否 这个思路清晰 就听他说话就明白了 当然锻炼言语的调理 不在于说 在于思维 只有有思维整密的人 在言语当中啊 才是有调理 所以说 这个想要锻炼这方面的东西 不仅这个不能多说 反而要少说 多想才行 我们还看一种 这个什么 第三个呢 是目光直而不灵 藐视看人的人啊 大多数比较傲慢 看人的感觉就是 从上往下打亮着 那么仰视看人的人呢 是多自卑 从下往上 这些眼神上的这个事情啊 可以用这个 这个 这个注意观察 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而直视呢 则不一般啊 直视是尊重 也看你是敌视啊 比较心强的人呢 直视的人的时候啊 目光非常的凌厉 那当然这些都会招来 他人的反应感 那么其中最好的目光 是直而不灵 灵力的灵 灵乱的灵 这个灵 直而不漏锋芒的意思吧 就尊重又不侵犯的意思啊 那么这个呢 有听过领导讲话的人 应该有体会啊 领导说话的声音呢 多都是出自丹田 听起来中气十足 但是他看这个人性格啊 如何 就要看他的声音合不合 什么叫合呢 合不合啊 如果此时有其他的声音啊 你不会觉得这个声音变得奇怪 或者突然变得凌厉 这就是合 合呢 就是能够容万物 如果是这个时候 有其他的声音参杂进来啊 他这个声音啊 也能很好地融入其中 就是这个意思 音出丹田 生气合啊 那么这点呢 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听领导讲话就知道了啊 还有一种就是个 呼吸绵长以鼻啊 那么我们看这个身体 是否健康啊 一个人的呼吸绵长 这样的人身体一定是很好 那反之呢 就呼吸很短促的人呢 就容易这个出现健康的问题 那么还有就是坐姿啊 稳 稳重不疲啊 非常的稳重 不感觉到这个疲倦啊 那么这样一种人呢 是非常有福气的啊 坐如钟啊 相信大家也听说过啊 那么 何为钟呢 钟这个东西啊 是上下 上小下面大 只有胖子才能够坐 坐得相当稳当啊 就是这种姿态啊 常人以这个上小中宽下小 所以说这个一般的人呢 都是上小中宽下小 所以说坐如钟的话 是去中上下啊 上小下大 这种稳重感啊 所以说并不是没有什么道理啊 说不出来的 所以说这些人呢 这个如果是说有一些啊 疲倦懒散的坐着啊 这个就是说 有些人就是说 他很随便的坐在那里 都给人一种很稳重的感觉 但是有些人呢 腰杆挺得在直啊 给人一种 也是一种很焦虑 马上坐不住的感觉啊 如坐针针啊 只能说是相由心生 我们说人的内心安稳的 心中自信的 才能够啊 做得比较稳重 那么最后一个呢 我们看这个腰直 肩松啊 并且紧立啊 就是脖子要立起来 这个是给大家一个锻炼方法 也是古人对身体姿态的一种基本要求 啊 当然这个不需要说你这个占什么君知啊 那么至于说这个平日行坐肩呢 要头顶有一根线 提着自己脑袋啊 自然的腰直啊 肩比较松啊 肩比较拱在那里啊 腰直肩松啊 颈呢 这个头啊 要立啊 立在一起 立起来那种感觉啊 这是平常的一个锻炼的方法啊 好了 有关这个姿态的一些这个面向的知识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